身为客家人,元月法师也希望能够带动苗栗乡亲的学佛风气。 苗栗头粪这里是个客家庄,客家族群的神明信仰最早都是拜一宁庙或土地宫, 但这是为生活及现世求的平安。 元月法师希望将佛法的庙用能够融入生活,从自心欲求解脱的心念入手。 因此数十年来,带动这里的客家乡亲们学佛也看到成效。 我们关于山浦王城市位移苗栗县的最北端, 它临界的地方就是新竹还有竹南。 所以在这个头粪这个地区,它是属于客家庄的地方, 因为很多的客家人,它是比较属于传统, 尤其客家人,学佛,因为都是传统的嘛, 所以这个学佛的风气比较没有那么普遍。 那我希望呢,我们在普航城市位于这个新竹,竹南,苗栗,头粪, 这个三个界线的地方啊, 第一个,也可以啊,这个,让所有的信众呢,对于活法能够呢, 更普遍的能够让活法能够骗传。 客家乡亲,崇尚勤奋踏实的精神, 因此早期在信仰上并不那么多元, 但是对于生命的意义和怨声解脱的问题, 是每个人一生都要去面对的。 有善知识的引导下, 可以为此生的苦难找到最好的出口。 法律新闻勇取,苗栗采访报导。